老李 可可 你怎么来了 薛音也在这儿 你们两个什么情况 也是我预啊 你怎么来了 我不亲自上门来请你 你也不来呀 你可真够国情寡异的 分手的时候说好了 以后有什么事可以随时来找你 现在看来连朋友都不想做 不是 不是 什么不是 干嘛故意躲着呢 你还真怕那个小大哥 他的情况我们都跟你说清楚了 你要还这么对我 学他也不够理心了 要不要我再提醒你一下 好了 好了 下午我去给你开会 行了吧 好 那就这么定了啊 我等你 我再来 你去吧 我再来 放着点梅超风 梅超风 就是那个薛英呢 怎么了 说吧 他最近总来找董事长 我怕你吃亏 我瞧 黄海哥 你那儿有没有好的咽腿啊 过两天我要出国送给朋友 有啊 你要什么样的 我这儿烟台可多着呢 什么样的都有啊 要不你到我店里来看他吧 你那几个烟台我都见过 都是新的 不行 你帮我找找有没有老的 没问题 说好了啊 就这样 拜拜 洪海 你来了我心里就踏实了 你的人在哪儿呢 我先给你开会去 我不能让你来了就干活啊 我得先把你安顿好 安顿什么呢 我这儿开完会我还得回去呢 你啊 既来之则安之吧 跟我走 看看你这脸色 一看就是没休息好 看着我心疼 一看连夏可可就不会照顾我 今天我找你来啊 开会是期次 主要是让你放松一下 不用 会议是在哪儿 咱们赶紧开会吧 不着急 我把会议推迟了 明天才开的 今天晚上就住在这儿 那可不太好 我现在都结婚了 我不能在外头过夜 干嘛呀 你就当是可怜一下 被你无缘无故 抛弃的女人还不行啊 就算你对我没感情 起码的同情还有吧 我今天 今天我有话对你说 你必须得陪我 你要是赶回家 我就去你家找你 怕什么呀 我还能吃了你啊 红海 你们公司要上市了 可别落下我 我决定了 想把我公司的资产 全部都清盘 然后投到你们的公司 我要占你的原始股 你这个有必要吗 你那珠宝生意 不是做得挺好的吗 干嘛非要跟我 掺和到一块呢 珠宝生意也就那样了 我想再发展一半 这机会你可得给我 公司的这个发展过程中 那些对我有帮助的人 上市之前 我肯定都会考虑的 但你得让我想想 这个事我应该怎么做 才合适 反正这事我交给你了 你可得给我办好 行 我答应你 我认真地考虑这个事 老李 可可 我决定了 想把我公司的资产 全部都清盘 然后投到你们的公司 我要占你的原始股 你这个有必要吗 你那珠宝生意 不是做得挺好的吗 干嘛非要跟我 掺和到一块呢 我想再发展一半 这机会你可得给我 公司的这个发展过程中 那些对我有帮助的人 上市之前 我肯定都会考虑的 你可得给我办好 行 我答应你 我认真地考虑这个事 老李 可可 你怎么来了 薛音也在这儿 你们两个什么情况啊 也是我预啊 我是帮薛音开个会 老李 给我也交个按摩师 你今天必须给我把话说清楚 说清楚什么呀 你到底是爱我还是爱杜宇 杜宇去找你了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杜宇当我的面一字一句说的 说你不爱我了 说你爱的是他 这 这杜宇是不是疯了 你问问你自己到底做了什么 文文 你听我解释 我什么都没做 我们就是正常的同学聚会叙旧 我跟他才见过两次面 他就说我爱上他了 那我跟他再见一面 他是不是得说我们已经结婚了呀 我头一次觉得自己这么冤枉 比斗鹅还冤 文文 你放心 我一定去找杜宇把这事说清楚 原来我们家老李是女公司监视啊 那他不来谁来呀 再说了 多干一份活 多赚一份钱嘛 我们家老李出来赚钱啊 我从来不反对 我还那么有钱 这点小钱你还在乎 小钱也是钱呀 虽然他在你们那儿当监视 也就赚个撒乖俩枣的 可再怎么着也给我买几个包了吧 对吧 我这个人啊 是大钱来了 我欢迎 小钱来了 我也不嫌弃 你呀 就放心吧 只要我们家老李能赚着钱 他来你这儿帮你个忙 谈个盼什么的 我绝对的支持 难得你支持啊 这样吧 既然你也来了 那晚上咱们三个一起吃顿饭怎么样 不了 不了 我跟可可吃就行了 老李 人家薛英请客 你干嘛不去 干嘛不吃 好了 好了 这顿饭我批准了 咱们俩共进晚餐去 洪涵 你尝尝这儿的菜 合不合你的口味 嗯 我们家里啊 现在这个阿姨做饭特别的好吃 这是百里挑衣 人呢 也特别的可靠 你平时工作这么忙 不好好吃饭怎么行呢 这样明天呢 我就把它派到你家去 专门做饭给你吃 薛英 我们家可用不着做饭 阿姨 你们俩天天在外边吃啊 这怎么行啊 我们不在外面吃 我自己就是个大厨 我做饭 老李可爱吃了 每回都是做多少 吃多少 每次都是光拍行动 是不是啊 老李 尤其是那个煎羊排 还有清蒸鲁鱼 还有红烧戒 老李每次都求着我让我给他做 是吧 老李 洪涵 来 吃点菜 你以前不是最爱吃的吗 你呀 吃酸性体 这个呢 是碱性的 多吃对你身体有好处 我们家老李爱吃肉 来 老李 肉得少吃 你忘了 去年体检报告 医生说你的血脂高 得记口 我不是给你找了营养师吗 你得按照营养师的营养餐吃 那怎么能行啊 那都听营养师的 那饭吃起来都没有滋味啊 我们家老李就是口中 就是爱吃肉 来 老李 吃肉 吃 我 还是吃个 我吃个饼吧 洪海 我想吃虾了 你帮我包个虾 还是按老估计 以前不都是你帮我包的 吃个虾还用得着别人包啊 你要是不会我教你 来 看着啊 把这虾头一掐 然后 皮呢一点点包下来 尾巴一掐 蘸点酱 来 张嘴 好吃吗 轩盈 以后呢 你是没有机会 再让我们家老李给你包下来 这种生活小常识 你可得学着点 来 老李 为什么 我看你 我看你